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见面了 那我叫鲁珍 南加州房地产经济师 今天呢我在新加坡 我想跟大家们分享一下 我们在新加坡跟南加州之间的 有生活方式的区别 那在新加坡的话 就以华人 马来人和印度人为主的一个地方 那南加州的话 就是以白人 有华人 印度人和韩国人等等 那主要这两个地方呢 大部分有华人生活的地方 所以呢 有时啊 还有交流等等 语言防障害就不会特别的大 最第二点呢 就是气候 新加坡在赤道附近 所以呢 是非常的热 是大光时间的话 气候是在23到35度 人家住法大概是在9度到29度之间 那非常适合人居住 也是全世界出名的阳光海滩 在夜里 我时刻在想你 你是不能听清 我时刻在情绪 好 那我说的第三点是教育 那新加坡公立学校评分和预选制度 应该是跟国内特别像的 也就是以一公里以内的学区房为主 好的公立学校是要靠考试 而且要抽签的限制 另外呢就是如果是拿到了绿卡的话 比如说PR的话都不一定能排上 那外国人肯定是上不了公里的 对吧 所以呢只能上市立 那在南加州呢 公立学校评它是以究竟原则 不管是你成绩好不好 那么有权利 就上这个公立学校 特别方便 当然了公立学校的话 那就是房子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讲一下房地产 第四点有关聊的是房地产 那新加坡房地产政府 批行了人人有足够的方式 给百姓民做了一些补助的政策 那新加坡政府规定在买房子 三年之内也不能够交易 就是为了预防大家草房 那好的区域的话基本上 均价是在2800新币到3500新币 一平方英词哦 没错 我说的是平方英词 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个60平的房子 那一个是600平方英词的房子 那用新币的房子差不多是要在211吧 新币了 那可见新加坡的房地产 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 新加坡政府很充分的心 是人羞 有钱让我们这里投资 那比如说现在的趋势就是 美国人 马来人和华人最近买房子 是最强劲的购买者 那我们说到南加州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大家来南加州买房子 因为它的气候 因为它的科技 还有教育文文环境 所以呢很多华人 也非常喜欢 长期居住在南加州 那房地产当然也是一个 最受欢迎的投资区域 因为它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 很多本地的美国人 都是可以在家上班的 那么他们以前的最併技术人 都从别的地方到南加州来 所以说在南加州成为 美国精英首选的资定 那我们主要是 以澳湾为主的房地产 居价是在 550美金到900美金 一平方英子 那以新港城居价来讲 大概是在澳湾的1.5到2倍左右 当然也是新加坡的一半的价格而已 所以呢也说一下南加州的话 这个投资环境来讲 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 因为它的价格 还是比较清明的 那我们来说一下天同点 那新加坡离中国很近 所以回家也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吃的更是和我们华人的饮食习惯 而南加州的话 有世界阳光和海滩 这两个地方都非常安全 增值最快的地方 那到底觉得是新加坡好呢 还是南加州好呢 那就是要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生活状态了 那你在新加坡的话 可以过着有美容照顾的 繁华的城市生活 而在南加州 你过了就是前院后院 乡村生活 那好吧 今天我们的分享都这里结束 我们希望我们下次呢 分享更多更好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给我们看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还有天 che